这边也是个小区 哎呀 这一路上啊 我都在想 穆斯林的那个牌友 那边的磨刀事太讨厌了 欧洲啊 这个磨刀实在是太烦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 禁止磨刀是对的 因为那个叫叫叫叫 那个声音我操 听了之后整个人都 精神状态都不好 这种东西就不应该发明出来 你可以发明一个无声的东西 笑车的话 现在声音也很大 尾气的污染等等 我刚才一直在想 那个Dina的问题 Dina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穆斯林小姑娘 哎呀 我是真想找一位这样的女人呢 在世界上 就是那种 纯洁到 连手都没被男人碰过的女人 然后精神上是处女 身体上也是 现在我认为在世界上啊 未来的话 只有两种人是最 女人是最纯洁的 第一种是妓女 第二种就是穆斯林女孩 没结婚的 这边的话呢 很荒凉 说实在我都不来都不走的是哪啊 我现在是完全是走一条新路 或者寻常路 哎 妓女的话为什么她很纯洁呢 就是因为她摆这个怎么说 保不经忧患 尝试的男人太多了 然后呢 她就知道 各种男人的脾性 对男人也更了解 所以她反而啊 有一种纯真感 就像性这个东西似的 你没做过和你做过一次 绝对不一样 你做过一次和你做过一万次 绝对不一样 没做和做之前的变化相当于是 这是一个新的大路 而你做过一万次之后 多做一次 少做一次 对你来就跟吃饭一样 所以你反而能够 人反而能够回归到本性 找寻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所以妓女和处女 都是令人尊敬的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哎呀这是哪儿了 这是哪里啊 宗主们 哎呀我天 今天过后啊 明天早上就去机场上 这破摩子 我要给它炸了 草子嘛 这摩子太那么讨厌了 哎呀明天去机场 11号到布达佩斯 然后预计的话 应该是12号或者13号啊 很有可能就去这个看看房子 14号我就去索菲亚了 然后从索菲亚坐火车 到那个一个小城市 去看那个黑海 Black Sea 17号上午呢回布达佩斯 回布达佩斯之后 17号的下午 我就要参加 这个所谓的 呃就什么 毕业典礼啊 Ceremony 哎呦好忙啊 我估计那个典礼上 很可能我就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啊我们走着瞧 因为我们系 好像没有中国人啊 我是唯一一个 今年毕业的话啊 有两个没毕业 谢谢